對 但是他在這個台灣的 野鳥協會擔任總幹事呢 他擔任這個總幹事的這個薪水 薪資的話一塊也這麼兩萬多 但是我告訴你 他靠著這個野鳥協會的 總幹事的薪資兩萬多塊 五年之內居然能夠滾出18% 18%的貨利差不多兩百萬 可以賺到兩百萬喔 五年之內喔 這18%的話之前還有爭議 這個公務人員18%的話 對不對 說放到哪裡的話 能夠有18%的效益 但是呢 他很厲害 他靠著他自己的投資呢 就滾出了這個18% 所以這個人喔 我們要特別來講 這是呆新竹 我們剛才說的 這領域是五星水的 就是四星水 他以前在這個野鳥協會總幹事 一個月差不多兩萬五 那兩萬五他做了以後 他發現說兩萬五這樣也不行 做年外的時候 他就要回去他們故鄉 他去做補十班的老書 補十班的老書一國多少 也是能三萬幾塊 三萬四頭而已 變成四 三萬四頭 你說要等一百萬 兩百萬的第一桶金 坦白講也很難 他本身就是因為台大動物研究所的碩士 他是研究生態學的 因為動物裡面有一些生態學 那時候老師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小看這個生態學喔 這個生態學它是援引至哪裡 是從經濟學跟投資學來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 生態學是經濟的 你看那個技術面 有那個所謂的一個形態有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說一里通萬里鐵 千軍一路會不會兩三步 什麼武當 什麼少林 其實所有的軍法 其實都是由請軍開始都一樣的 所以你一里通萬里就鐵了 所以總說他有這個概念 他以為想說 我如果要討厭 我就要好好研究 所以總說用生態學的理論 開始去研究 基本的經濟學的基本民 經濟學他發現說 全世界的經濟 跟政策的整個企服 最主要還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最大的變數還是那個邪惡的美國 但是雖然說是邪惡 但是美金這個東西是國際通用的 所以說美元它的升跟貶 它牽涉到所有原物料物價的一個 牽動到它的物價的漲跌 所以就開始做研究 美金自1971年開始 他就開始做一個貶值的循環 跟2000塊一年的時候 他覺得這是第三次的貶值循環 美金第一次在1971年到1980年的時候 它相對歐元跟德國的馬克 貶值多少 貶值114% 貶值很大 貶值要整倍 結果在1985年到1990年的時候 又貶值1858% 2000塊一年開始 美金又落入第三次的一個 貶值循環裡面 所以現在就一陣子在做兵 2000塊一年在做兵的時候 他就想說好 我這個理論 如果是會影響或是不影響 我總是要自己下去試驗嘛 他要參加我們那個經濟 去補的那個 外幣的那個投資 年少人都拿冠軍的啦 那時候你做兵他就將10萬塊 下去他說美金不會買 全世界美金不會影響 不然要買什麼 因為美金如果落入的時候 我們物料的價錢就蓋了 所以說要去買澳幣跟紐幣 為什麼買澳幣呢 澳幣 因為澳洲它是原物料大國 我們不是說什麼鋼鐵啦 什麼煤礦啦 都在澳洲嘛 結果他買完之後 一塊月賺1.5% 他就買掉了 很高興 10萬 變價錢10萬1500 他覺得很高興 買完之後澳幣就繼續去 他覺得他走得太早 但是既就他認定了 他這個研究是沒有錯的 所以開始他就開始下去算了 所以那一年的話是05年對不對 01年 他第一次 01年的時候這個美元貶的時候 現在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金融海嘯的時候 其實美元資金氾濫的關係 美元也跟著貶了對不對 先等我解釋一下 那個金融海嘯的時候 因為市場上沒有一個資產 是安全的 這時候美元又被大家注意到了 所以在2008年的時候 反而美元其實在2007年下半年 美元就開始走強了 澳幣是在2007年大概8月以後 就開始走變 可是2004年到2007年 最兇悍的貨幣就是澳幣 因為那時候澳洲的大量原物料 送去中國 你知道澳洲主要就是農產品 鐵礦石跟煤炭 然後中國不缺煤 但中國缺鐵 缺農產品 所以澳洲大量的鐵礦石跟煤炭 就是還有農產品輸入到中國去 使得澳洲突然之間貨幣量 因為我賣中國越多對不對 那美國是拿 中國人拿什麼錢給澳洲人 是拿美金 所以他就大量的買了美金 去送去給澳洲 但美金到澳洲就讓澳幣升值 澳幣升值的時候就產生一個效應 就貨幣升值什麼先漲 房地產 所以200不是只有美國房地產漲 其實2005年的雪梨 房地產也是一日輸假 然後房地產一熱的時候 就吸引更多的錢進來 然後利息不斷的調高 後來日本人就很聰明 日本有家庭主婦 因為日圓那時候 維持得很低的價格 大概就在100塊附近 但是日本利息永遠是零利率 所以很多家庭主婦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 就把日圓借出來去買澳幣 所以2016年澳幣就更加瘋狂 因為日本人就是叫做借了 很多人 很多人後來都是從日本那邊 然後我要特別解釋生態學 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所有的生態它都有一個源頭 譬如說你去亞馬遜河 你一定要研究那個水的漲跟疊 因為它影響所有的動物 所以這就一個東西叫做 計量經濟學 其實他剛才講經濟學是有關係的 計量經濟學裡面談到 就是你要討論一個主體的時候 它會有Y Z W 甚至更多的因子 來產生最後一個數字 計量經濟學就想出來說 到底哪個數字 哪個變數是最影響這個的 只要它一變 它就一定要變 所以其實我們在投資理論裡面 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像我們像最幾天的股票 就影響很大 有發生很大的事情 什麼事情 英特爾晶片出了瑕疵 對 所以你看馬上科技股像 即便美光的股價是大漲 但是很抱歉 台灣的低潤股就很害怕 因為怕這個系統 這個出了問題的話 是不是低潤需求會減少 當然不用擔心了 所以就是說在整個投資裡面 它抓到一個重點 就是美金 所以它為什麼跟生態學有關係 因為所有生態裡面的 它像是一個生態鏈的一個關係 對 因為美元的變化 牽動所有的貨幣的變化 它生態學裡面找的就是 最大的變動因子 其實給觀眾朋友們要了解說 其實投資也就是要抓到重點 然後你投資就會順利 貨幣的這個循環的話 憲哥 貨幣的這個循環的話 你剛剛有特別講到 它其實抓準的一個就是美元走扁的時候 原物料也會跟得起來 但是原物料最大的一個出口地方 就是澳洲 對不對 所以它就跟著下去買澳幣 但是它太早出脫了 後來沒有想到這個澳幣一直生 後來它有吃到一點點甜頭 但是它澳幣轉化以後 它轉到哪裡去了 所以在05年的年底的時候 歐元 那時候歐元 有一次在回答 他就大量的去買歐元 去買瑞士法郎 去買瑞典的一個客郎 買了以後 那一次他大賺 他到06年底一直買一直買 這樣不到一年的時間 他賺了10% 賺10%以後到08年 那時候剛好遇到 美國的一個次貸風暴 對 次貸風暴他就知道 這次貸風暴 美金沒有人要買 美金沒有人要買 其他的貨幣大家也會怕 因為錢畢竟波動很大 所以他就想說 這樣要來買黃金 他總是跑去買黃金 黃金那時候本來 黃金是由2004年開始起 400幾塊開始起的 去到07年08年那時候 差不多去到600多塊 他就開始在買了 到目前黃金他都沒賣 他已經賺一塊多了 他在多少開始買 他去買黃金存折嘛 那時候台銀剛好有那個黃金存折 為600塊開始買 600塊 然後他有錢就買 有錢就買 這樣的話 黃金在這個去年年底的時候 最高到1424嘛 1424這樣平均起來 他現在賺一倍了 他真的不賣 他怎麼不想說 還回去買後面呢 沒有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因為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現在因為說 他說我們人生 他的投資 我們應該要五行的投資 第一 股票 第二 借金 第三 五行 第四 五 第四 五 第四 還有百分之二十 他說這個人 你差不多兩千萬 還是五千萬的人 你應該分做這五行 每一行百分之二十 變成你五千萬 你就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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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畢竟比較遙遠 因為他現在只要兩百萬而已 所以他大部分都集中在哪裡 都在外匯 貨幣裡面 他分做五個 澳洲 紐西蘭 瑞士法郎 跟瑞典的客郎 再來加一個黃金 黃金 對 因為他說他現在 他兩百萬裡面 他未來的投資會分成這五行裡面 可是外幣的那個風險 會不會很大 不會 我覺得他的觀念是對的 我稍微解釋一下 他其實按照生態學的原理 生態都會有變遷 譬如說 肉食物的動物增加的時候 可能草食的動物就會減少 草食渡減少 草就吃得變少 那可能就會影響一些 整個連續性的動作 所以他一定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觀察他的變動性 然後我可以看出他的觀念 因為澳幣實際上是 事實上在2005年之前 澳幣不是一個很兇悍的貨幣 但是歐元是從2002年開始 0.823 2002年0.2823開始漲了 第一波先漲到2005年 大概是1.25左右 後來因為中國加息 短時間前有些震盪 美元突然走強 那麼那時候 歐元又回扁到大概在1.18 但是他已經從0.823漲到1.18 研究生態學的 因為研究他的那個變遷 所以他注意到說 歐元是開始發動了 所以他才會把澳幣轉到歐元 那為什麼他沒有買澳幣呢 因為當時的狀況是 澳幣是突然上漲的 他沒有過去的歷史去追蹤 所以他把澳幣的上漲理由 是來自原物料之後 他就不去追逐澳幣了 他反而去追逐原物料 瑞士法郎有趣的是 我們剛剛在裡面講的變動因子 其實有一種貨幣 它永遠是沒有影響 對它的影響是最不大的 就是瑞士法郎 瑞士自古以來就是一個 穩定的國家 不論它的股票 或者是它的貨幣市場 全球崩盤的瑞士不見得會崩盤 全球貨幣批值 瑞士法郎還是依舊它的價值 其實這一波很多人也都在講說 其實是可以去買瑞士法郎 對 瑞士法郎的價值有點像黃金 對 它事實上是非常 所有的歐元區的貨幣裡面 因為現在只有瑞士法郎是獨立 其他周圍都叫歐元 它具有一個非常中立的 而且它這國家很穩定 因為最有錢都把錢存到了瑞士 所以瑞士的資產是比較雄厚 所以如果遇到狀況不妙 人家說投資遇到狀況躲去哪裡 當然第一個是躲現金最好 第二個就是瑞士法郎 好 那我現在這樣問好了 這一波的話 這個從美股 美國的貨幣政策來講的話 整個資金氾濫的風潮 然後美元重挫的關係 重貶的關係 現在目前還有原物料上漲的關係 油價也上漲的關係 目前如果按照這個 盧冠安的這樣子的一個操作手法的話 我們現在進去買任何的貨幣的話 應該買哪一個貨幣會比較好 我要稍微解釋一下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剛剛講到的事情是那個 就是我們說的原物料 原物料它有兩個特質 第一個叫做金融面 我就不來自於寫了 金融面 一個來自於商品面 就是任何商品它都有兩個特質 一個特質就是它是用美元計價的 所以美元走強呢 它相對價值就低了嘛 那美元走低它相對價值就高 所以美元一走來大家就衝原物料 這是它的金融面 另外一個 但是它本身還是有供需問題 所以我們回來簡單講 黃金多一點金融面 意思說美元 只要一走軟黃金就一定漲 那石油多一點商品面 因為它是真正實質的供需要 所以按照這個邏輯 最近油價上漲出的埃及問題 是真的經濟開始起來了 那我要提醒各位這件事 每次經濟一旦起來的時候 有個國家它的貨幣會特別強 它的名字就叫歐元 因為歐洲是一個將近比美國多 歐洲人口有6億人口 它是美國人口的3倍 歐洲是一個很大的內需國家 所以當經濟起來的時候 它的服務業就會開始發達 他們服務業佔他們 就是我們說內需佔 歐元區高達80% 所以每次油價一走高的時候 歐洲一定會產生兩個字通膨 歐洲央行只能做兩個方式 一個是加息 一個就是讓歐元升值 但加息對他們的服務業 就是你的貨幣的利息變高 你服務業就沒辦法刺激經濟 所以它就會選擇什麼方式 升值 所以當你看到油價在走高的時候 買歐元最適合 因為油價走高代表 所有的商品的供需 就是需求增加價格 會十字增獎的時候 歐洲為了抑制通貨膨脹 它會讓歐元緩步升值 其實說實在的這個金融風暴 讓所有的人的信心 真的是跌落谷底 你不要說歐元區 歐元區搞不好這個歐元 有可能都封減掉你知道嗎 還談到說會1比1 對 沒有錯 所以這個貨幣已經不管用了 然後接下來只能看什麼 看黃金 黃金 對 不過我覺得黃金在1400多 1500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稍微小心一下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亂世的英雄 那如果全球都沒有戰爭的話 那他只有靠剛剛傑兵講的 他跟美元的悄悄版的原理 那美元現在大家都已經看摔他 但是美元最近我看他 好像也跌不到那邊去喔 這時候黃金就在1350在那邊 沉沉乎乎 就最近的走勢有一點鈍化 那黃金他未來會跌到哪裡 不知道 不過如果說要買黃金的人 你還是可以用定期定額的一個方式 慢慢的去買 畢竟在未來來講 在最可以信任的一個貨幣 代替貨幣的一個東西裡面 黃金它是其中的一個 那全球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景氣循環 可能從過去的十年一次 七年一次 五年一次 最近好像這個循環的一個周期 越來越短 也就是說你看台灣 就經過兩年的復甦以後 現在大家又感覺通膨又來了 那通膨來以後又馬上又出現了 一個泡沫 那感覺上就五年裡面 好像就有一個高低點出來 五年就有一個大循環 那這樣的話黃金 它的一個不可替代性就出來了 所以原則上今天我們講到 這個盧冠安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非常好就是說 他今年是31歲 目前是200萬 那其實他說18% 他每年固定至少賺18% 我們過去有一個 好像做貨幣而已 對… 那你看我們過去有一個七二法則 七二法則如果除以18%的話 也就是四年你的資產就是倍增 你的資產倍增 那現在31歲200萬 35歲他就400萬 那39歲他就800萬 所以他說他到40歲的時候 他有可能就是1000萬元 可是這樣子你也要讓你的投資 每次都可以固定到18% 這是比較難解決的吧 沒有 18%其實不難 18%會不難嗎 不難嗎 你18%你想想看 你如果除以四季的話 那每一季才4.5% 像你每一季三個月你賺4.5% 其實不難 你在做股票還是做其他的一個 投資來講不是很難 最難的是你太貪心的衝過頭了 那每一次賺的賺20% 然後虧虧30% 那才是危險的訊號 好 其實盧冠安呢 其實賺這個18%說實在的 並不是那麼的難啦 有一個人更厲害 這一個人呢 來 我們看一下 他最難的